男孩正在收拾妈妈的丝袜 殊不知 死神已经悄然来到了他的脚下 紧接着 男孩突然脚下一滑 整个身子直接倒在了浴缸里 脖子被晾一绳缠了起来 他刚要起身自救 不料浴缸内全是打翻的沐浴露 根本无法站住脚 他看着前方的剪刀 想要伸手去拿 却死活够不到 最终男孩在痛苦中死去 随后所有水流顺着下水道又流了回去 仿佛这一切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就当家人发现他时 已经为时一晚 大壮得知最近发生的诡异事情 好像就连卷毛被晾一绳勒死的场景 似乎都在脑海中不断浮现过 为了搞清楚卷毛的死因 决定和小美来到殡仪馆一探究竟 怎料刚来到这里 直接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亚麻呆住了 就在这时 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黑人 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说道 死亡根本没有意外 之所以他能够死掉 全都是被死神注定好的 即便你能逃脱死神的安排 但总有一天 死神还是会来找你的 受益匪浅的大壮 就当他带着小美一起商量 如何躲避死神时 这一幕也被幸存下来的小帅看到 听到大壮的一番话 两人便吵吵了起来 二话没说 转身就走 就当他来到马路中间 下一秒 直接被来往的车辆当场撞死 殊不知 死神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